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布置的减脉碎任务要完不成了 我哪知道质地那么大 这腰好酸 你才减了这么点 这眼看要回家了可怎么交差 我早就准备好了 到了 小桃 三四 我来了 这下奶奶可没话说了 大壮谢了 没事 小桃 什么时候你再教教我玩花板 没问题 把脉碎装我筐里吧 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这不是孙孙和小花吗 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 我不是小花 我是 是孙达梦 孙虎东的女儿也长这么大了 这俩孩子一个在监狱出生 一个出生就来了监狱 唉 孙达梦 今is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妈 肚子好疼 孙孙 你这是怎么了 好烫 孙孙 你要坚持住 扛过去就好了 上次的饭发霉得太厉害 我们大人吃完都难受 小孩子怎么扛得住 水 妈妈 我要水 慢点 慢点 我还是去叫守卫 找医务室的军医来吧 防风的时候我去找过了 军医去镇上采集药品 明天才能回来 这可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孟孟啊 别着急 慢慢说 孙孙 生病了 医生不在 你快去看看他 张阿姨 我好冷啊 阿姨抱着你 你就不会冷了 孙孙 孙孙 弟弟 大 大全姐姐来了 我是护士 快让我看看 孩子昨天吃了晚饭后就肚子疼 今早开始发烧了 这应该是因为食物生冷引起的力极 那应该怎么治疗呢 用一些杀菌的药物 比如地井草 杨树花 钱胡 白木耳 苦参 铁线菜 孟孟 这次多亏了你带了周大全来 你可是救了孙孙一命的大英雄 张阿姨 那孙孙弟弟会很快好起来吗 好孩子 放心吧 孙孙很坚强 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这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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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孙弟弟会很快回来 我也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不过是迷路了吧 这小家伙机灵着呢 丢不了 孙孙弟弟 我们出去玩 好 可是坚果丢了 我得先找到他 走 我帮你去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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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它 放开它 它们不会咬我们吧 结果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必须保护它 欺负它 死死弟弟 救命 这么灵魂 笨狗 笨狗 这只够香 没事吧 我害怕 不怕 那只笨狗被我赶走了 你看 死死弟弟 我们该怎么办啊 死死了 东西 不准过来 畜生 退下 叫你欺负孩子 死死了 死死了 大雀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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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梦经历了灾难 幸运的活了下来呢 她后来过得很幸福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桃 你也是 是 永远